魏大星和杨超越真的太适合综艺节目了 他们在极限挑战宝藏型这个节目里的互动 实在是节目效果拉满 两人拿着瓢互相敲脑袋 这也太好玩了 魏大星一瓢敲在了杨超越的发夹上面 杨超越随即拿着瓢敲回去 而魏大星直接表演被敲得猛枪的样子 极限挑战宝藏型是一款环保工艺类的节目 主要内容是邀请一些嘉宾前往大自然中 并且带领大家发现大自然的美好 从而达到呼吁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保护生态环境 这个节目一经播出 就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 并且评价一直不错 魏大星是吉林人 他凭借网剧苏菲日记 于2008年正式出道 两年后凭借电视剧毛岸英中 毛岸青这个角色被人熟知 而这一部剧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获得第28届电视剧飞天奖 和第12届精神文明剑术 五回一功臣电视剧作品奖 魏大星一出道就受到许多人的喜欢 而他在影视剧中也有着不错的表现 例如I wanna hold your hand up 小爱穿梭千年二 月光下的交换超感 因为爱情小小的愿望中 魏大星都有着十分不错的表现 同时魏大星于2015年 还获得了亚洲影响力 登方盛典最具潜力新演奖 这足以展示他在表演这个方面是富有天赋的 杨超院是通过女子偶像组合CH2才出道的 之后他又参加了创造101 他在集中的表现引人注目 同时凭借景理人设火出圈 获得了一大批观众的喜爱以及粉丝 并且获得获得了影响中国年度演艺人物奖 他甜美清晨的长相并他加分不少 更是被评选为 Lagotese and亚太区最美100张面孔第三位 以及中国区最美100张面孔第一位 后面杨超越凭借超高的情商 又吸引了许多粉丝 之后他开始进行表演 在极限时期 与你童心正下满天心 且听分明中都有着十分不错的表现 大家喜欢卫大星和杨超越吗 期待他们之后的表现吗